天气真的太热了 白天不想出门 很多人晚上才活动 像是夜骑夜冲夜唱 现在又多了一个夜间集体行动的夜跑 我们带您看到全台湾最大自发夜跑团 就在彰化园林 从一开始呢 只有三个人的小组 每个礼拜两天慢跑 现在规模已经超过200个人了 不像加入健身房还要缴钱 这个夜跑团说是免费起跑 而且现在呢 一场夜间活动超过200个人 同时气泡真的是相当壮观 扭腰伸展 紧盯前方50寸的投影大萤幕 超过200人标准运动装扮 就聚集在庙前广场 等这一场暖身运动之后 重头戏夜跑登场 晚上比较好碰啦 我当好四个时要减肥 远离人充满了热血 这朋友找这些 吊尬热裤慢跑鞋 夜间慢跑的成员 人就跑在慢车道上 一旁还有交管人员 拿着发光的交管棒 只会交通 跑步带沙声 身穿红色上衣的男人们 也加入慢跑团 就在彰化园岭的万年路上 这200多人分出先后顺序 拉长并拉开夜间慢跑战线 白天太热 晚上躲太阳 就算夜间超过摄氏30度 不过没有阳光晒上的困扰 每个星期有两天准时夜间起跑 跑者单趟跑一圈大约三公里 这并非商业活动 纯粹就靠着24岁的年轻人 发起夜跑活动 全台湾最大的镇把它聚集在一起 应该很快很有力量 然后大家都比较愿意能够 因为团体的力量能够能去运动 因为大家一个人跑步 就是真的跑不下去 这一团号称全国最大的夜跑团 从一开始的三人夜跑小组开始 一口气增加到60人 后来跨越百人门槛 直到最近一次在6月7号 已经突破200人 夜跑人数hold不住 还有熊亲朋友好心赞助 饮水和毛巾 这个夜跑团200多名跑者互不认识 看看这街上跑跑跑的人龙 跑出长长热血 为了形态给空 这一招夜跑热血气氛 是真的会感染的啦 中天新闻陈广瑞张俊朗张话采访报道